大家好 我是AVINA 我今晚的小溜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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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房間 大家好好久不見 我現在人就在小琉球 其實這是我來到台灣第七年快八年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我之前其實有去過其他台灣的外島 有綠島跟澎湖 但是小琉球是第一次 今天這一部影片就是要帶大家跟我一起探索小琉球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開箱這間民宿 我發現我實在是太會找太厲害了 真的很漂亮 走我帶你去看我的房間 那邊那邊 這一間民宿真的讓我非常的意外 是因為我沒有想過一個外島可以蓋一座這麼漂亮 然後經能這麼齊全的民宿 甚至比台灣本島的還要漂亮 這個淋浴間其實跟我夢想中 家裡的淋浴間很像 然後重點是它竟然還有免治馬桶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很明亮很漂亮 然後整個感覺就是很明亮很漂亮 根本就是我的風格的東西 這個廁所可以上五百遍 那像是其實小琉球很多不同的民宿 他們都有推出一個套裝行程 今天住的這間雙人房 這其實是一個兩天一夜的行程 它會包你屏東東港來回小琉球的船票 機車一台可以騎24小時 早餐一定會有的夜間導覽 地圖導覽 介紹相關的 其實民宿老闆都會很熱心的為你解答問題 其他的水上活動 其實民宿也會有認識的或是有合作的 也是可以直接跟他們購買 但是我今天先走走一些景點 然後明天再玩水 如果我去過外島旅遊的朋友 那你們就會知道 其實在外島要蓋一個民宿 其實他的資源啊 從台灣本島運東西 運建材過來其實是很麻煩 就是很有限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民宿的裝潢跟給我的感覺 都是一般民宿的水準之上 大方乾淨 然後很舒服 這個陽台在那邊 他們自己的游泳池很乾淨很漂亮欸 但是其實來到外島啊 那個太陽真的很大 然後也很毒 我知道我們這兩天一定會有水上活動 不管怎麼樣一定會踏水 為了不要傷害這邊的海洋 因為你們也知道這邊有 濱命絕種的玉璽 然後也有很漂亮的山路 反正不管怎麼樣 任何下水的活動 就是盡量不要塗防曬 我不然就是要塗海洋友善的防曬 但是我這次來我是完全沒有帶防曬 我是選擇用這種物理防曬的方式 就是這種現在網路上超流行 超多人買的冰封衣 兩感衣 其實我帶了三件不同的冰封衣來 因為想說可以拍照可以換 平常聽人家說穿的這種會有兩樣的感覺 那就順道來評測一下這兩天 體驗一下哪一家的冰封衣最好穿 然後我身上這一件 看起來剪裁很修身 然後像是它的拉鍊這些地方 就做玫瑰巾 然後裡面又有那種 這有沒有什麼 暗袋 我看到有蔡依林也有穿 穿起來還蠻時尚的 重點是防曬 現在我很想要去一個地方 騎車過去好像十分鐘就到了 出發 現在來到小琉球的第一個行程 不是去看牌 是先來吃飯 因為我們剛剛坐船來放下行李之後發現真的肚子太餓不行一定要找東西吃 它叫魚人造他 我點的是這個羊肉炒麵 但是其實它這裡比較有名的是炒飯 但是他們晚餐不做炒飯 鹿筍蛤蝦 胡椒蝦 松阪豬炒 杏鮑魚 超好吃 我剛剛已經吃過了 超好吃 超好吃 花了半個小時 四盤全部吃光 它的松阪豬我覺得肉質是剛剛好 就是不會太老 然後吃下去還是很爽脆 四個看起來都是用炒對不對 但是它們四個個別的味道全部都不一樣 這個椒鹽蝦 它做法超級像那個什麼 避風糖炒蝦的感覺 它的蒜超級好吃 先結帳 它雖然上面覺得平價家常 但是它的味道絕對超出家常菜 如果它在台中的話可能是一間4.9顆星的熱炒店 而且你知道嗎 我剛剛吃那四盤才610塊 我不知道以小琉球的物價來說這樣對不對 但是對我來說很便宜 太好吃 這個 魚人照咖 讚 我本來想要在民宿老闆介紹我的一個小秘境 看日落的 然後很可惜整個雲都擋住了日落 只能看到一點點晚霞 我本來坐船來小秋季已經比較晚了 所以變成很多水上活動或是探險的風景區 都可能要明天才能去 我穿了一天之後我發現它材質很好 就算我裡面可能有流汗 然後它也不會黏 我很喜歡就是它帽子這裡 有這個書袋 風比較大的地方 就可以塑緊 然後讓頭髮不會亂飛 對 我看到這裡 很清新的 後面上課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沒有在過流球的人 你應該也知道哪邊 然後再過來這邊有一座小山 這個叫毛竹圓軸縣 那個很怪 這樣走路都扭在眼裡 比較低的 然後我們通常會睡在最高人 因為睡太高的話 屁股卡 有沒有人知道我一起騎盤軸縣 當什麼樣子 台灣這個熊人啊 只開一個晚上就卸掉了 據說是只有晚上才會開花 如果明天白天來看 它會已經凋謝 掉在地上 它叫騎盤角 我明天就來看看 它是不是真的會酷耶 因為我現在覺得它開得很漂亮 怎麼可能 白天看不到 好酷耶 希望我明天記得回來這裡 給我們一萬一千塊 打開水 太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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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從岸邊學怎麼滑這個獨木舟出來 原來已經過了40分鐘了耶 今天的海的狀況是以滑獨木舟來說浪會比較大 然後這個獨木舟我選透明的是因為可以讓我看得到海 但是目前還沒看到海龜耶為什麼 海龜咧?海龜咧? 還是其實它剛剛有回饒我們只是我們看不到它 像說如果遠遠的看到可能有跟海的顏色不一樣綠綠的 那就是海龜然後它偶爾會頭冒出來吸氣 但是它會比較靠近岸邊它不會這麼出來 爽 這是正確獨木舟的玩法 坐著等教練拉你就好 還OK嗎教練 人士兵… 有點ない 隨便 好像ungs音 人士兵行 人們 tra端 精釘 太陽 votes ann 那現在就找到了一間海邊咖啡廳 驗著它的牌牌海藻冰 然後進去你就會發現無敵海景 超級漂亮 漂亮嗎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整面的胡椒鹽 胡椒鹽吧 三胡椒鹽 在這邊坐著吃東西吹得海風也很舒服 焦糖布丁冰淇淋 跟這個Pizza 現在這個位置屬於小琉球的東半部 剛吃完東西然後現在有一點時間 我在想下一個點其實可以去他們的風景區 山豬溝也想要去那個烏鬼洞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現我的大腿已經曬傷了 他們整個都紅了 因為我穿這個所以我的手那邊是幾乎都沒有曬到的 厲害嗎 它真的有用的耶 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它手的袖子也可以套這個 所以連我手手背的地方也可以保護得到 那其實這一次我來小球 我總共有帶三件 但是我最後一件還沒穿到 所以我等一下就換下一件 最後再跟大家說說看 我穿著這三件不同的家那兩個人有什麼感想跟平衡 天啊這裡好酷啊 這裡的洞越來越奇怪 難怪人家他會說這裡很像迷宮 據說以前的人其實在這裡還蠻多歷史故事的 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候 或是那時候正成功拿下台灣之後 都會有發現一些歷史事件 然後會有一些人藏匿 或者是為了躲避 然後藏在一些洞裡面 也有人因為這些歷史事件 而在這些洞穴裡面去世 所以其實當地人覺得這個烏鬼洞還蠻硬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那些洞口要走進去的路 其實都超窄 以前覺得他好厲害喔 我現在光是用走的 走步道我已經喘到不行 好那我去走走看 這裡還很寬啊 這裡就有點窄了 還好我長得過癌 那一個洞真的還蠻暗的耶 出來之後發現這裡好刺眼 出發 山豬溝 這裡呢就是山豬溝步道 那其實這個地方離剛剛的烏鬼洞不遠 然後騎車可能兩三分鐘就到了 這個風景園區是整個小琉球裡面 保留最多原始樣貌森林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沿途整個步道有很多蕨類啊 姑婆玉啊 然後山豬溝的每一個就是這麼大顆 它這個步道給你的整個感覺 就很像去了某個地方的熱帶雨林 跟我們所看到的海邊的小琉球那種風景是截然不同的 幾乎 畢竟 一既 1兩隻 3 2 2 2 3 6 7 6 5 去完今天的其他行程 這個應該是我上船前 最後一個來的地方 就是吃愛玉冰 但是他們的愛玉冰超可愛 他們的愛玉是一隻海龜的形狀 你看 這是他們的招牌 也是剛剛那個店員跟我說 他們今天賣最好的 然後他們粉圓很好吃耶 粉圓真的很好吃 很Q 然後有淡淡的黑糖味 因為愛玉本來的味道就不是很 很重 本來愛玉的味道是淡淡的 所以搭這個 黑糖粉圓加那個檸檬冰 剛剛好 真的是透心涼 嗯 那喜劍涼感一 我會從大概可能四個方面去評分 好不好看質感如何 第二 涼不涼 第三 防曬的效果如何 還有它對於穿搭 穿搭很重要 然後第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是以好不好看來說 不會選我昨天穿的卡其色的那一件 因為它給我的感覺是它做工比較細 我喜歡它的拉鍊是玫瑰金 穿起來就很修身 縫線啊什麼的都很棒 你說涼不涼 雖然說其中一個品牌它主打它的涼感係數很高 但是說真的來到外島這裡這麼熱 然後太陽這麼大 不管怎麼樣 一定是感覺不到它涼的 它的材質是很涼的 但是你穿在身上在太陽底下 其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涼感的感受其實是差異不大 然後防曬來說 我必須講我今天早上去玩那個透明獨木舟的時候 穿的白色那一件 我覺得它的防曬做得很好 因為很明顯的 我有穿跟袖子露出來的地方 是一個有曬上曬紅 一個是完全美色還白白的 然後最後就是穿搭 那其實呢我本身就是會穿一些大地色的衣服 卡其色啊咖啡色啊裸色啊 都是我穿搭的首選的顏色 那其他兩個我會買白色跟黃色 是因為我想說平常去一些戶外活動的時候 可能在山裡面或是比較空曠的地方 淺色會比較亮眼 會比較好認出我來這樣 我覺得如果五分來說 白色跟黃色就是今天我穿的那兩件 有四分 然後昨天卡其色那件 因為它的小細節 做工我覺得很棒 所以我會多給它0.5分 所以4.5分 對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在腦波弱下手之前 可以給大家一些 我實穿的一些感想 那現在吃完這個愛玉冰 我就要離開小琉球 走之前要趕船之前都沒有忘記 我昨天說有一種花洲晚上會開 明天來你們明天早上來 就算都會掉在地上 真的沒了 昨天看到的花都沒了 昨天漂漂亮亮的花現在掉到地上 而且顏色也變得不一樣了 天啊 昨天是他 證明呢 昨天的夜間到來的哥哥 他是說真的 他叫棋盤角 一隻都沒看到 兩天一夜的小琉球 我覺得的遺憾是 我一隻綠細龜都沒有看到 很大的遺憾啦 這樣才可以 下次才會有理由再來一次 哪有人去小琉球看不到綠細龜的 我 下次再來囉 如果你們有什麼釋放景點 推薦給我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要我下次去的時候 可以去到一些你們覺得很漂亮的地方 現在就看 什麼時候可以再來 喜歡這條片的人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集見